8.谈圆 保健治病的目的是为了健康长寿 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考虑圆对阴的影响 其中经恰当运用而能改善体力解除症状者 称为保健治病之源 反之受其影响后会损伤体力 造成症状者则称为伤身治病之源 但圆的作用并无绝对性 所以如果使用不当 本来是保健治病之源 也会变成伤身治病之源 比如内外热源 虽可改善热能 但过度了反而会消耗热能 又如按推与运动 虽可使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但过度了反而会造成体伤 故任何保健治病之源 不论从因或从果处理 皆需适度 一级必须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才能解除症状 才能解除症状 延长寿命 否则 再好的措施 如超出身体负荷 就变成伤身治病之源 而适得其反了 1. 伤身治病之源 错误观念 缺乏运动 压力 生气 熬夜 劳累 外感风寒 中暑 药食过量 或过冷 或不洁便治 手术不当 外伤 烫伤 环境污染 化学毒液 毒气 如化学废气 煤气 涨气 天然气等 毒物 如毒蛇 毒蜘蛛 虎头蜂 无松 毒蝎 毒蚊 毒蚊等 各类毒虫 及有毒植物 及各类细菌 病毒等等 以上伤身治病之源 或可直接造成体伤 或会使热能更缺 影响体伤 进而产生症状 顾需尽量避免 若已造成伤害 则处理方法 都是一样的 必须按推 与热源兼顾 其中较危急者 如烫伤 食物中毒 化学毒液 毒气 毒物 及少数特殊细菌 病毒等所伤 则会立即造成 严重体伤 而产生症状 这时 为了修复体伤 热能会瞬间 大量消耗 若头部 及上背部 原本就有体伤 则会进一步恶化 甚至导致昏厥 等危急病情 处理此类急症 应加强内外热源 以保命为主 适度按推原始痛点 以解症为复 为此两者 皆应以患者 能承受为宜 如果热源太多 太热 或按推太重 太久 反而会进一步 透支热能 加重体伤 甚至危急生命 不可不慎 好 大家一路念下来 其中到第三段 有必要再稍微说一下 就是里面提到的 其中叫危急者 里面有烫伤 食物中毒 化学毒液 毒气 毒物 及少数细菌病毒 有没有 几乎都是毒 那这个毒 我们必须要特别了解 什么叫做毒 外面很多说 哎呀 我有一种排毒法 有没有 然后有些人说 运动流汗就是在排毒 有没有 然后也有人说 大小便也是在排毒 好像他身上已经无所不毒 但实情上什么叫毒 我们已经讲过 毒会造成我们身体怎么样 严重伤害 你看 舌毒咬伤的时候 那个毒进来 我们身体会不会很大的变化 会啊 骨头锋咬了 会不会有大变化 那才叫毒啊 平常在体内也没有造成 你身体有什么不适 你也说那也是毒 那痰也是毒了 大便也是毒 那就无所不毒了 所以这种观念对还是错 过分的耐用毒了 了解吗 那你流眼泪也是毒了 反正排泄物嘛 流汗也是毒了 所以这个不能这样称 毒也就是什么叫毒 会引起我们身体激烈的变化 而是坏的变化 甚至有症的出现 还有什么重的组织受损 那一系列练下来你看 包括细菌病毒 感染了有时候就有症跟状 有没有 比如说泡疹啊 那就是状嘛 水泡啊 还有一些像头鹰啊 咳嗽啊 呕吐啊 那就是症嘛 那很明显 毒一来就是会产生剧烈 那你看舌毒咬了 那个状的主持烂掉 有没有 这个就是毒啊 它会让我们身体产生大变化 煤气中毒 它就会立即让我们身体产生剧烈变化 那严重甚至我说过 如果头部跟那个被捕有的 或是新的毒更严重 它就昏迷了嘛 它要有炎跟阴嘛 那如果不及时处理 有时候就会留下怎么样 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即便像感冒也有人死的 为什么 它这些病毒好 病毒不是会让我们立即死 而是处理不当才会 因为它反应在身体 只是一个怎么样 症状 对不对 那你只要把握我们变因 处理的原则 不会出事的啊 因为它一般出现的症状 不会一下子就到重病 甚至到重病以后的 什么显向一线命危 这个几乎很少 除非它本身原来就有病 那才会一下子就激烈变化到这种程度 所以这对于这些种种毒 我们一系列有没有都 前面在调音里面有放案例给大家看 比如腹子中毒有没有 那还有虎头蜂啊 蛇毒啊 这些都放过 其实所有的毒处理方法 我们有没有不一样 所以根本不需要气氛 原始点处理毒快不快 非常快 我说目前医学来看 原始点最快啊 它在急性病里面 尤其这些身体剧烈变化 因为我们有几招 第一个会剧烈变化的 保命为主 所以我们懂得重用什么 内外热源 先把体力保住 那先立于不败之地 然后再来慢慢修复它的体伤 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病症 按推原始痛点 也可以很快解决 那前面都已经有放过 但是唯一一个没有放的是什么 细菌病毒 那细菌病毒原始点 是杀细菌病毒吗 不是啊 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只是把体力调好 让它进行去修复调整就好了嘛 我们也从来没有说 我们这个喝姜汤可以杀 那个无公毒或蛇毒 所以才把你救起来 对不对 是身体你自己去调整 所以这样再看 我前面有讲过 中医还有一种叫做 以毒攻毒 有没有 那如果有症状 你认为是毒引起的 然后要用一种毒药 再去杀那个毒 那你显然是错啊 所谓的毒药一定是怎么样 对身体吃下去会有不好的反应嘛 像化疗 他说这个就是毒药 所以吃进去马上怎么样 全身无力啊 掉伐啊 甚至嘴巴破啊 手麻啊 皮肤干裂啊 这些副作用就出来 所以才称为毒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中药的毒虽然没有像化疗那么大 但是像我太太就是当时候在天津药的药 医生说你这个太太全身都转移了 要以毒攻毒 所以她也用了很多剧毒的中药 那吃下去 我太太没有多久就开始身体抖起来了 那时候我以为 这个就是要杀里面的毒 我那时候搞不清楚什么是毒 那就是一个概念 反正中医都是这么讲 也不会去稀释 结果吃了半个小时一直懂 那半个月之后 哇 竟然胃溃疡 就是吃不下饭 胃也痛 走路也困难 我才惊觉这个是什么制法啊 所以你看这个影响中医很大 但我只能跟各位讲 这个以毒攻毒本身对毒的定义 本身就怎么样 有问题 一定要回归到 皇帝内经讲的 正气足折怎么样 邪不可堪 邪之所重其气必须 你只要生病了 身体一定很虚 你很虚了又吃毒药 那身体不是更虚了吗 这会要命的啊 所以 对于毒的定义 一定要有这样正确的认识 所以我们是不是细菌病毒来 原始点去杀他的细菌病毒 那如果有这种概念 又有一种以毒攻毒的味道了 这个是不可取的 所以原始点不强调这样 而是补充你类外热源 让你正气提起来 然后抵抗力增强 你自己就会修复了 而不是这个药里面具有什么功效 所以这个几千年来没有去理清它 现在还有很多致癌症的都在以毒攻毒 我听了就已经快中毒了 很害怕 你们有时候在喝什么咖啡什么 在叫排毒 我听了都快晕倒了 哪有什么毒可以排毒 癌也不是毒啊 癌只不过是怎么样 它只是一个异常的果嘛 老化异常的果 哪有毒你什么 它也不会造成你症或壮的产生嘛 那怎么能说是毒呢 所以有人说对癌肿瘤就是要以毒攻毒 本来肿瘤就不是毒 你又用毒药 那不是把这个病人搞得更虚吗 我这样讲解你们听得懂了吗 所以我对毒做下了这样的定理 以前我们好像很少谈 今天刚好有时间谈到眼 进一步来说 那我们自感冒 既然不杀这些病毒 那我们又是怎么处理好的 看患者的症状嘛 对不对 那有什么症状 该按推就按推嘛 该内外热源 内外热 然后把体质调整好 体质自然会进一步怎么样 修复而体伤好了 症状自然就消除嘛 就这么简单 所以人家问你 你是不是把矽精病毒攻死了 没有啊 我们是把体质搞好了 它就自然好啊 中医何尝不是这样 你去看伤痰论 第一个太阳病 不是用桂枝汤 桂枝汤难道是杀病毒的药吗 哪有这种功效 现在来看 它也只不过是一个 温热性的药而已啊 所以了解这个就好理解 原来中医不是在杀病毒 那个是西医的概念 我因为检查出来那个是异常 我们根本不治什么 异常嘛 我们是治疗症或状 第一个案例 疑似脑膜炎案例 疑似脑膜炎案例 2015年11月12日晚上7点半 幼儿园园长致电家长 说这孩子头痛 试睡 流鼻血 送到医院拍X光片 医生找不出原因 猜测有可能是脑膜炎 不敢施予治疗 让家长送到大医院 园长经过家长同意后 将孩子送来原始点会所 徒卫志工正在为孩子喝浓深姜汤 孩子一开始很抗拒不肯喝 只能用强硬的方式让孩子喝 喝了一点姜汤后 孩子感觉到比较舒服 肯自己喝姜汤了 补足内外热源后 开始按推相对应原始点 按推完继续给孩子温敷 温敷完孩子比较清醒了 前后相隔两个小时 孩子已不头痛 精神也较恢复 穿上衣服回家咯 孩子回去后 用原始点的方法 继续调理后 以完全恢复 像这种西医 他们就很担心 哎呀脑膜炎要送大医院 我们管他什么炎 对不对 管他什么病毒 反正我们只看症或状来处理 所以我们处理方法没有 不会因为什么病毒而改变 我们的处理方式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发烧40度的 这是我们老师的大儿子 以前一直不相信原始点 直到发烧40度 在医院打了三天的点滴 烧没退又喉咙痛 被老师发现的时候 嘴唇发黑浑身发抖 非常难受的缩成一团 老师马上用原始点的方法 给他疏通全身温敷 每隔一小时 就给他喝一次浓生姜汤 从早上到晚上 一整天都温敷着 中间出汗 也一直给他换毛巾 到了晚上 精神稍微好一点 但是状况还不是很好 再用姜粉给他泡脚 泡完后 整个状态就恢复了 他自己换了衣服就回家了 第二天烧退了 喉咙痛的症状也没了 还寄取温敷 喝浓生姜汤 第三天就去上班了 到了第五天 脸上的痘痘也都消下去了 前后五天比对 第一天 那我们最后再放一个 婴儿发烧的案例 婴儿发烧手脚僵硬案例 2015年11月17日 婴儿反复发烧十余日 据婴儿的母亲阐述 保姆给孩子喝梨汤 一个多小时后 孩子嘴唇发黑 眼珠发白 手脚僵硬 孩子的母亲学过原始点 用原始点方法给孩子急救 但是信念不够坚定 在家人给的压力下 最后带着孩子到医院打针 打了针回来后 还是没有好 志工知道后 去家里看了孩子 把孩子带到原始点会所处理 喝完浓生姜汤 做全身原始点舒缓 温敷 温敷过程中 婴儿出汗 应及时把婴儿的汗擦干 或用暖风机吹干 再继续温敷 经过一天半左右 婴儿不拉肚子了 也会笑了 所以这些感冒 我们不要去管它什么病毒 只要体质改善了 一般症状就容易解除 好 那我们继续把下面那一段 继续念下去 二 保健治病之源 正确观念 良好心态 适量运动 适当休息 善用热源 正确按推原始点 以上猪源都必须在生活中一一落实 才可以改善热能 修复体伤 并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三 注意事项 一 虚弱者 树洗应避避免使用冷水 可用姜粉刷牙 温姜汤漱口 二 上肢痛应避免握拳出力 下肢痛应避免久坐 腰背痛应避免弯腰持重 关节痛应避免转向痛测 三 保护好环境资源 使我们吃的食物 喝的水源 呼吸的空气 不再遭受污染 一切回归自然 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片净土 这一段应该 读起来应该容易读 我看不用解释